有一位帕用户他分享自己挖了帕币五年,却依然贫困。 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于帕币到底是否具有价值的疑问。 但事实上,帕币现在已经具有价值,并且已经有了价格。 然而,帕币的价格是在双方都认同的情况下成交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商家已经开始支持帕币作为支付方式, 让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店铺使用帕币消费。 此外,帕项目方在2023年12月举办的帕Fest线下活动中, 有超级多的商家参与。 人们可以用帕币购买食物、日常用品、饮料等等。 这些实际的应用场景表明了帕币的确具有价值, 而且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认可和应用。 不过这位朋友为什么说他自己挖了帕币五年,却依然贫困呢? 大家好,我叫小轩。 今天影片的主题,我们会一起探讨挖矿的意义和实际价值, 以及PiNetwork到底如何实现价值。 当然,影片里和大家说的所有东西, 或者是说这些参考只是让大家来交流, 并不构成说帕币未来确实会变成这样子。 那影片里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PiNetwork的背景和特点。 PiNetwork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数字货币系统。 它旨在通过手机挖矿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数字货币的世界中来。 与传统的数字货币不同, PiNetwork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共识机制, 即通过社交网络和社区活动来实现挖矿, 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计算资源。 PiNetwork这个项目的愿景致力于推动数字货币的实际应用。 除了作为一种数字资产外, PiNetwork也在探索数字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例如支付、交易等。 通过不断地拓展数字货币的使用场景, PiNetwork为数字货币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外,PiNetwork还注重用户的参与和共享。 与传统的数字货币挖矿相比, PiNetwork提供了更加简便和易用的挖矿方式。 只要你有一部智能手机和网络, 就能免费挖矿Pi币了,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数字货币的世界中来。 通过用户之间的共享和合作, PiNetwork不仅推动了数字货币的发展, 也促进了用户之间的互惠互利。 那么,PiNetwork于2019年3月14日正式推出。 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挖矿Pi币, 现在已经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了。 然而,尽管挖矿Pi币已经持续了这么久, 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 挖到的Pi币是否具有价值,是否有价格? 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挖矿的本质。 挖矿并非一夜致富的捷径, 相反,数字货币的实际价值需要社区内的共识和认可。 这正是数字货币真正的本质所在, 尤其是在当下的数字货币市场中。 所以,与其我们说是挖矿, 我们不如说是对一种社区共识的参与和贡献。 在数字货币的世界中,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价格波动或挖矿成果上, 更体现在社区内的讨论、协商和共同建设中。 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交易媒介, 其真正的力量在于社区的活跃参与和共识达成。 数字货币的实际应用需要社区内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接受。 而这种接受和认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长时间的沟通和努力。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 帕币的真正价值并非仅仅体现在挖矿本身, 而是在于社区内的共识和参与。 要想让帕币产生实际的价值, 我们所有的帕先锋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社区生态系统。 这不仅仅需要时间和努力, 更需要派社区成员之间的理解、合作和共识。 当然,数字货币的实际应用并非一帆风顺, 它需要面对诸多挑战, 包括安全性、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约束, 以及公众对其认知和接受程度。 这也意味着数字货币社区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在数字货币社区中, 人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合作, 以共同探索数字货币的潜力和可能性, 通过分享经验、交流见解, 社区成员可以共同推动数字货币的发展, 并实现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价值体现。 像是在韩国的案例中, 帕币的发展经历了超过三年的时间, 才逐渐显现出帕币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 这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过程, 但却证明了通过社区共识和努力, 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可交换的真实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 数字货币的实际价值也可以从影视作品中找到启示。 近年来, 一些电影和纪录片开始涉及到数字货币的话题, 探讨其背后的技术、 社会和经济影响。 例如, 银行家The Banker这部影片就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 讲述了两位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努力打破种族隔离壁垒, 通过地产投资和金融业务成功积累财富的故事。 虽然这并非直接涉及数字货币, 但其中的经商智慧和金融交易策略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当然, 帕币又或者其他的数字货币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它还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 通过数字货币, 人们可以重新定义财富、共享和社区认同。 这种变革不仅仅发生在数字货币市场, 更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一种挑战和反思。 毕竟数字货币的崛起标志着人类金融史上的一次革命,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 更是一种革新传统金融体系的思想和技术的体现。 小轩我认为在这个数字时代, 台币以及其他数字货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表面的物质层面。 它们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展露。 从财富到共享, 从社区认同到社会责任, 数字货币正在重新定义着 人们对于金钱和社会关系的看法。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金钱的本质, 并重新审视自己对财富的追求。 数字货币并不仅仅是一种投资工具, 它更是一种参与和共享的象征。 正如PiB所展现的那样, PiNetwork的核心是社区共识和参与, 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利益追求。 这种变革不仅仅局限于数字货币市场, 更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一种挑战和反思。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 例如中心化、不透明性和门槛过高等。 这些问题限制了金融资源的流动和社会的发展, 但现在数字货币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僵局, 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希望。 然而, 数字货币的崛起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例如, 安全性、监管和合规性等问题, 成为了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难题。 首先, 让我们来说一说数字货币的安全性。 那么, 随着技术的进步, 数字货币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网络威胁和风险。 比如说, 黑客攻击、 虚拟货币交易所被盗等事件层出不穷, 给数字货币市场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确保数字货币交易和存储的安全性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次, 监管和合规性也是数字货币领域急需面对的问题。 由于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 监管机构往往难以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管。 这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滥用数字货币进行非法活动, 如洗钱、诈骗等。 因此, 建立起合适的监管框架和合规机制是数字货币发展中必须卖过的一道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Pi Network才实施了KYC制度。 简单来说, KYC是一种通过验证个体身份以确保交易合法性和安全性的制度。 小萱我觉得, 尽管一些人认为KYC可能会削弱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 但一个安全且完善的KYC系统对于一个数字货币项目的持久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KYC是为了应对数字货币领域的安全和监管难题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 KYC制度的实施旨在建立起更加安全、透明和合规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 另外, 通过KYC可以有效防范潜在的欺诈和非法活动, 提升数字货币市场的整体信任度。 此举并非是放弃去中心化, 而是在确保去中心化的同时引入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 以更好的平衡安全性和隐私性的关系。 尽管去中心化是数字货币的核心理念之一, 但监管和合规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因为合规性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法律风险和监管制裁, 严重影响数字货币项目的可持续发。 所以, 在数字货币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要明白安全性、监管和合规性是确保其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 只有通过建立起安全而完善的KYC系统, Pi Network才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投资者。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平衡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理念和社会对安全性的合理期望, 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 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 安全性、监管和合规性等问题是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但也是推动数字货币向前发展的动力。 最后, 让我们回到这位Pi友的分享。 其实这位朋友的发言代表了许多Pi先锋在Pi Network中的现实困境。 然而, 正如小轩我之前所强调的, 数字货币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背后的社区共识和参与。 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一个集体的努力。 需要社区成员的共同理解和参与。 只有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和理解, 我们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公正、 开放和包容的数字货币世界。 Pi Network的发展不仅仅是一场数字货币的实验, 更是对我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次挑战和反思。 事实上, Pi Network现在已经具有价值, 并且已经有了价格。 然而, Pi Network的价格是在双方都认同的情况下成交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商家已经开始支持Pi Network作为支付方式, 让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店铺使用Pi Network消费。 此外, Pi项目方在2023年12月举办的PiFest线下活动中, 有超级多的商家参与。 人们可以用Pi Network购买食物、 日常用品、 饮料等等。 这些实际的应用场景表明了Pi Network的确具有价值, 而且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认可和应用。 这进一步证明了数字货币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在价格上。 更重要的是社区的认可和实际应用。 Pi Network的发展需要我们持续地努力和合作, 才能够实现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总的来说, 如果您不相信Pi币有价值, 那就不要继续挖了。 但如果您相信Pi币的潜力和未来, 就继续坚持挖矿Pi币吧。 OK,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